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一名王姓女网友日前求职时深受面试主管认同,但却因诚实告知年底将结婚,就不被录取,让她感到相当失望。 女网友在脸书社团抱怨公社发文感叹现今职场对女性的不友善,她日前到某公司面试,面试主管对她的能力相当满意,也肯认同她, 但却只因为诚实告知年底要结婚的消息,就局面大逆转惨遭拒绝,让她大感失望。 许多网友看了心有七七焉,唉,我从失业找工作中间不小心怀孕,就再也找不到工作,我看等小孩生好,做好月子再开始找工作时, 大概又会变成公司怕男友新生儿虚长请假之类的理由出现了,包括我在内还有部门同事接住轮流生产,主管就被上司要求之后就才都以男生为主, 对女性真的很不友善,我还因为怀孕生产无法掉心,唉,还有很多听到小孩很小的也不愿意录用, 之前还遇过面试说,我们对有小孩的不会有偏见,还不是一样宁愿请没小孩的, 也有网友站在老板的立场认为,很老实的公司,也省掉很多日后的麻烦,各有各的顾虑,员工为助自己福利助享, 老板为了自己公司营运助享,不同位置不同想法,一个刚进公司没多久的员工, 隔没多久就请了产假,如果你是老板会怎么想?将心比心吧!